那时候有一个赖病人来到耶稣跟前 跪下求他说 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 耶稣动了怜悯的心 就伸手抚摸他 向他说 我愿意你洁净了吧 赖病历时脱离了他 他就洁净了 然后耶稣严厉警告他 立直催他走 并向他说 当心什么也不可告诉人 但去叫司机检验你 并为你的洁净奉献梅瑟所规定的 给他们当作证据 但那人一出去 便开始极力宣扬 把这事传扬开了 以致耶稣不能再公然进城 只好留在外边荒野的地方 但人们却从各处到他跟前来 我会让他走